除了霹雳州之外 彭亨的公务员同样有惊喜 彭亨州大臣纳杜斯里·望罗斯迪宣布 州内的公务员明年不但将获得一个半月的特别援助金 还会分阶段调涨薪资 望罗斯迪今天提成2025年彭亨财政预算案时表示 州政府拨款3330万令吉 为州内的公务员提供一个半月的特别援助金 除了借此感谢公务员的付出 也鼓励他们继续提高效率 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另外州政府配合中央政府的公共服务新筹制 拨款5501万令吉 分阶段为彭亨公务员挑新15% 第一阶段会在下个月调涨8% 剩余的7%则是在2026年的1月调涨 仍然存客在1月调няの2月前进 自私主力续提供可以访助金